自从上次北京晚门回来之后 不知为什么 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 连我四到我后 都觉得我回来之后 那些不咸不淡的国语好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 真是傻了 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 大家可以忘记对方 所以都没有交换到 联络地址和电话 其实真是骗人的瀟灑 不知道他去台湾那边 做着什么 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仍然为你再博足天路径 仍然望你的眼睛 仍然望你再入我身影 跟我再掀起疫情 仍然没法接受你的决定 仍然没懂得究竟 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 只可惜你走远 一天一天等下去 没有想过泡开这份情 一天一天再未见 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 难道我永远我永远 难道我永远等不到 解脱的一天 只有最近我还想打穿 若然没法再见 就算多么痴情 其实爱你永远是炮烟 来让我痛哭一声 解脱这一天 心里轻轻逝去你的面 独行就当永远 断送这片真情 人不再妄想人遇见 有一次还找朋友去烧饭吃 看到炭炉里面的烟和火 不知道为什么流起眼泪出来 阿May问我 是不是被烟烟烟了眼睛 我跟她说 烟因火而生 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厚 烟就会飘走 火就会熄灭 阿May不明白我说什么 不过她只是说 我说一番说话 跟一个报纸的沉闻广告一样 我立刻拿去把报纸来看 上面写着 烟火虽然暂时熄灭 但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 烟火总会有一天重现 一天一天等下去 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 一天一天再未见 难道爱送你没法清醒 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 只有最近幻想打算 若然没法再见 就算多么痴情 其实爱你永远是泡远 来让我痛哭一声 解脱这一天 心里轻轻逝去你的念 独行就当永远 断送这片真情 人不再妄想 人不再妄想 竟然说起不咸不淡的广东话 你不再妄想 你不再妄想 就算我做了 你不再妄想